就拿着一只大蜥蜴进去猎头族 对了,做好过程之后,你们就会平安 当然我们也很平安地拍摄,也很平安地走 那见不见到那些猎头的人头? 因为其实是有部分有些 但是怀疑那里已经成为一个游客去的地方 而不是真真正正这么恐怖的地方 但是那时都挺古旧的 是的 不同于现在的景点 还有我看到这些假东西,要不相信他? 翌日就生病了,出不了外景 譬如我现在看照片 很大蜥蜴 后面你看到这个是什么祭坛? 我看到很多这些… 这是一个他们很新鸣 每年一次的节目 就是说他们和鬼神在庆祝 都是一些祝福的东西 其实我们在那里拍摄的时候 地方都很奇怪的 那些骷髅骨头挂在上面 其实好像是代表… 他们觉得代表他们很英勇 也是猎头嘛 也是辟邪的这些骷髅头 刚才我说了,资料显示就是 他们能够拿到对方的人头 就等于佔有了他的灵魂 就是等于我战胜了对方,征服了他 所以他要挂头颅出来告诉大家 我就是征服了对方 是 你们到处这样拍,是不是每次都拍到? 只是一时时的 看看祭片是否厉害,能不能安排得到 但是有时就是觉得一些东西 但也没办法 因为有些东西不能够特意做出来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对不对? 而且那晚我们住在那些长屋 很长的屋子,那些高脚屋 其实体验也挺有意思 例如说,他们说千叮万足 你听到你睡觉晚上 听到什么声音都不要出来 那还增添了我们的忧虑 是呀,你都没有东西 那你听到什么声音? 有没有说有特别的声音? 我那晚反而没有什么特别的声音 其实很多动物 其实我们住下已经有些鸡 是呀,有些动物在那里 那也是挺原始的 应该说透过那个蚊杖 一些不出的昆虫品种 你都会看到 看到蜘蛛在那里走 那些蟑螂在我旁边走 不过我们有蚊杖 这样吸着自己 也是这样的 冲哥那晚你那晚 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奇怪的东西? 或者感受是怎样的? 那天就说是假的 不用理他 迷信 接着就病了 出不了蚊杖 接着在酒店 在那个所谓的茅屋 我都吃了一些药 但眼睛也是全身飙寒 很不自然 而且越想到那些影像 在眼前出现 可能是因为有所思 这些事情所想 一个是真真正正的 埋了身 就不清楚了 直至到 后来想想想想 可能会是我的蚊杖 然后 翌日再经过 不好意思 对不起 又贵混蛋 接着就慢慢康复了 科学地说 可能是因为吃了药才康复 但我觉得 仇佛的事 千万不能得罪 不能胡说 胡维聪有一件事 好奇 由幕后转到幕前 但你由何时开始 相信这个世界 是不是你住在泰国之后 相信真的有鬼 是 没错 因为他们很相信 泰国人 其一 二来 泰国那些恐怖片 鬼片很多 很精彩 再加上一些 因果报应的事情 以及一些 善我到头的事情 这些鬼故事的事情 有时往往 不是一定要吓你 而是让你知道 当中的真实意义 不要做坏事 你知道我拜托你一件事 你知道 我们香港的线 你就是泰国的线 最近在泰国 有一个叫筷子婆婆 你有没有听过 没有 是的 在合埃 我不知道哪个地方 合埃 她就拿着筷子 接着就可以知道 你前世今生 和你所有一世的东西 一耳子都不收 很多这些师傅 叫筷子婆婆 筷子关什么事 我们很想去拍给大家看 好的 因为你住在那边 合埃在哪 合埃在一个 马来西亚的边境 在马来西亚和泰国的边境 是 泰国的最 可以说最南部 现在这个很出名 是 連香港人很多人 都有兴趣 组团去找他 那么重要 是 现在最旺的就是 所谓金融王 是 但是那个筷子婆婆 我回去了解一下 因为太多这些 而近来更加 出现了两夫妻 是很离奇的 就是穿着衣服很古怪 女人会自己 这样上身 接着那个男人 又说 透过那个 一个木的乐器 就可以 如知未来 弹出一些声音 当然 有本地的电视台 踢爆一些东西 是 但是也有人 信他不得了 那么很多这些 的师傅 真真假假 就真的不得而知 其实 你最喜欢是什么呢 全部拍下来 让我和观众去分析 我最喜欢这么多年 是什么呢 是 踢爆一些神群 我最喜欢玩这个游戏 下一部分 回来 请你们准备 今晚最精彩 最精彩 大家不能错过的 灵异故事 休息一会儿 稍后见